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台服务器成不了 我上下的时候把它变成四台服务器 然后把栏目干嘛 是不是主要放在这儿 游戏是放在这儿 这个放读书 这个放语书 每个栏目是单独用自己的服务器 来完成它的这种压力素材 能不能 好说 增加了服务器是增加了更多的讨论人数 但是这个架构有一个核心缺陷 有一个极其严重的缺陷 是什么 你们看出来吗 这种架构其实在实际功能当中不会出现 但是我的意思 我只是在讲原理 它只要稍加练成就可以变成 你真正参加了服务器 有什么问题 不是 最大的问题在哪 那这样的话 这几个网站怎么讨论 先说 先说这个 这不是问题 这是正常的 怎么讨论 那也就是说 首页是不是应该叫 三搭路点行浪点抗路 嗯 嗯 嗯 是不是通过训练来讨论 这个 读书品 尤其是那时候叫做 GAMES加 行浪点抗路 啊 然后POOC加 行浪点抗路 哎 我们行浪是不是就是这样吧 嗯 是不是就是这样的 目的是不是就是为了把栏目分摊到不同的服务器上 但是这样做的核心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是吧 你会在你的浏览器访问的时候 手工输入不可4.7万点抗路 那是怎么讨论 你输入的时候3W 进去的时候是不是有链接再去点击 什么意思 你说所有的访问量都要干嘛 从3W跳出来 是不是经过主业服务器来跳出来 啊 那如果你的主业服务器跟其他的服务器的一个点 就是一台服务器来做 那是不是有可能主业一档 是不是所有人全办的 你们知道吗 你们知道吗 当然我说 我们实际用的时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我们只是可举个例子 真正用的时候是什么 那我可不可以用多台服务器来打手业 啊 我手业服务器用三个服务器来打 你们知道吗 每个栏目用一个单台 可别 可别 然后给它之上搭一个负载均衡服务器 访问量首先到它 什么叫负载均衡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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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现在开了一个立春月 啊不是 不是 某人开了一个立春月 然后呢 你们是不是就是 美女一 美女二 美女三 美女四 他就 OK 一开始的时候 我的这个立春月的时候 访问量比较小 那我是不是就雇佣了一个人 可别 但是随着客人人数增加我的名气增长 访问量是不是增大了 忙得过来了 可能 忙得过来了 那怎么办 我雇佣为你们再做的12月 没错了 好吧 问题了 这个时候 我是不是不能偏心啊 啊 我要是偏心某个人 我是不是把房子呢 都给他 你们剩下的闲着一枪退队 你干吗 干啥 不知道你不干 是不是还有可能反正累死了 啊 比如说我把这个 所有的房子呢 都给这个常常 让他去来接客 你们剩下的闲着 诶 那这个时候 你们都嫌得他会累死 那我是不是应该相对来说 比较公平一样是才可以啊 那我是带有一个核心的分配的 这样一个原则 那原则是什么 在最开始的时候是平均分配 第一个房子量来源之后 是我发给第一台图线 第二个呢 发给第二 第三个呢 发给第三个 但是很多问题 如果只是平均分配 有没有可能 分给第一台服务器都是网页房 而分给第二台服务器都是下载房 什么意思 我说过吧 网页房门和下载不一样 对啥 网页房门是一刷新数据传送完 数据断开了 而下载呢 数据不下完两个小时就都在这上载 有没有可能吧 那是有可能是什么 我把服务器是不是传到性能 虽然看起来是平均的 但是 他累了乱死 其他两个人是不是就可能没啥事呢 那我如果还平均分配 他是不是有可能会放的 能不能 那我怎么办 我是不是还要考虑什么 当然他这个东西是可以加算法 还可以考虑什么 后台服务器的压力 如果这个压力较低的话 我会给他持续的发一些负责 这个负责 直到平衡 然后再藏 他全部很智能 甚至他还给他 很多问题 你三男夫妻的性能都一样吗 你三个人都长得 三个美女都长得一样漂亮 那是有的有可能有的长得漂亮 有可能有的长得比较丑 那为了我的房子量 或者客户前度 或者说为了 我都肯定 我是给漂亮的姑娘多付一样特别 农村老师说什么 什么意思 后来就有个允许 你给他做加权文句 什么叫加权文句 就是 三个人服务器 按照他的性能 给他设一个权重值 权重值高的 他会多分配一些好像 权重值低的 少分配一些 农村老师说什么 因为服务器性能 可能不一致 可定了 换句话说 这家特别是很智能的东西 农村 他只负责一件事 知道 当老老啊 他不接客户 他是就当老老 能知道 他的工作是什么 明白他说什么 明白 当然我说 这可能 只要我做了这样的简单的改变 我这一台家伙 就能干嘛 支持到百万的方向 OK OK 那各位 我之前说 我是不是推荐你们把每一个栏目是单独存放 原因 我是不是要考虑后期的升级 我一旦仿佛量增加 我是完全可以把栏目 服务器迁移到不同的服务器栏中 能不能 那好 一开始我说 把所有栏目都放在主缘中 或者把栏目单独打出来 如果对一台服务器来讲 差别其实并不大 懂得吗 但是第二个方法就干嘛 第二个方法就干嘛 是不是就考虑了后期服务器的活动 它是比应该是更加有优势的这个网站结构 听懂了 当然要我再说 架构不是一损不变 什么意思 我们所有常见的文顾 星达 搜狐 然后163 同学它都采用了类似这样的方法 靠狱里面是把栏目分开 但是 不是所有的网站都是这样的 啊 不是吧 比如说 比如说 比如说淘宝 淘宝的仿佛量是引迹成这样的 它的量是有可能会远超过我们的这些能够网站 但是 它是不是就没有采用 它因为没用得栏目水分 它是不是就不会采用这样的架构 所以我再说 架构绝不是这样的 医生不练了 它只适宜了什么 我说 你是不是要根据你的访问量需求 是不是来设计你自己的东西 所以我说 它是非常考虑经验的 OK 所以我说 架构是反实的 我们真正的高端指令 是吧 一开始先针口 断设 这样做的话 我就没有 就有可能什么 我们所有的访问量 是不是最终都要提成在哪 是 两台数据户的 啊 是不是要提前在这儿 我说了 数据户的性能是不是不够强了 不够强了啊 那这个时候我说 我们的核心思路是 保护数据户 所有架构的核心思路是 都是为了保护数据户 那好 我这里采用了什么 保护数据户的手段了 有了 最主要的手段在这儿 什么叫缓存 什么叫缓存 注意啊 我提醒你们 缓存是解决所有压力高发的一个 这个怎么说的啊 非常有效的手段 什么叫缓存 各位 比如说 我要在数据户当中搜索某一条数据 比如说我访问的是京东 我要在里面搜索商品 OK 当第一个人会去搜索的时候 他是不是去数据户当中 把数据户当中 所有的数据是个锁瞄了一遍 这对数据户的压力是逆常的这个方法 但是 就是说 数据户撑下来 把这条数据是个返回里面的方法 那我问你 如果有第二个人会还搜索相同的数据 你是否还要再来一遍那样的方法 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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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其他的缓存在做支撑 你是不是就必须还来来一遍 那我问你 是不是会当交吗 会吧 你会把 你真的会把它弄死的 因为它的压力是比较大 它性能是就太好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把你搜索出来的数据 你会再返回给网站之前那位 是不是先在缓存里保存一点 然后呢 再干嘛 返回给老爷 能知道 再有另外一个特务端 搜索相同的数据的时候 他还再去直接找他吗 他先去缓存里找 如果能找到直接想进去 如果找不到 再去干嘛 搜索数据 各位 缓存会大不大缓解我们的数据分量力 这是第一个做法 听懂吗 啊 可能就能缓存的作用吧 能 第二个做法 我们采用了主从数据库备份 这是一般导券都会采用的下方 什么叫主从啊 第一 从数据库首先不能更改数据 不能更改 它所有的数据只有一个来源 从主服务器备份 也就是说 网页的数据是不能干嘛 不能直接写在从数据库 只能写在谁 主数据库 然后主数据库是否在备份到从数据库 能听到的车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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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从数据库只能备份 不能直接写库 能听到 原则就是这样 它不能写 写的快会报错 真的吗 好 说到这儿就多问你了一句 你觉得 你访问一个网站的时候 是写入的压力大 还是访问的压力大 写入的压力大 还是访问的压力大 你的网站 访问的压力大 还是写入的压力大 是写入的压力大 怎么想的 我很难理解啊 或者说可能是写入操作多 还是读取操作多 那哪个压力大 谁访问的数据量大 是不是谁访问的压力大 什么意思 我问你 你访问京东 你需要往京东里经常写数据吗 你只有一种情况下会 两种 这些数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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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数据量也算 好吧 这些数据量 OK 那 剩下来是原作在哪 搜索 查看 然后 比较 然后看别的东西 那我问的是 读还是在写 就是 绝大根据的 哪怕 像微博这样的网站来讲 也绝对是读取数据 远大于写的数据 就算是微博 哎 微博是已经年转都非常高了 很多人为什么都不愿意往里写 但是我问你 你反正微博就为了写 主要问题是还是为了看 听闹闹的车子吗 啊 但是另外一个就比较差 微信比较差 你玩微信干嘛 主要是你就是为了写 所以那哥们的压力也比较大 他需要重新考虑下轮 那我说绝大多数的文章就是 读取数据比较大 压力比较大 好了 那怎么办 那我问你 既然从数据后 他不能往里写 他是不是只能从主数据 数据会在 那好 那我问你 他如果来读吗 能吗 那好 那这样 能不能这样 我所有写的数据都写在主数据去 OK 所有读取数据都从什么 从数据会读 两个孩子的东西分担价里 写入操作是远较比 读取操作是比较费滋用 但是读取操作的量是远较大一点 写入操作 那这样的话 我两个一分担 是否信能压力是否相对来说差多了 能听到我都说是吗 能听到啊 那好 那如果读取加力增加增加 更多吧 我老认法我认法比较大 写入这样是不是很小 但是读取量是又增加了 怎么办 对啊 我说了是现在路线解决问题的 这个核心思想不够了就怎么办 加呗 那我再加一台重合呗 能听到你说什么 我大重复想去说 有没有说了吗 那么各位 这就是我们在做满思考流化的时候 一个核心思想 或者说一个核心流化策略 叫做读写分离 我不知道你们听过 如果你们接触到满思考有可能会听过 读写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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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读写分离指的是什么 把读服务器和写服务器分开 专门负责读一台服务器 其他的服务器专门负责 一台服务器专门负责写 其他的服务器专门负责是什么 读 能听到吗 把读和写操作分开 是不是减低服务器压力 听懂吗 能听到吗 当然我再说 我讲的是不是只是概念 你要实现它 是不是还需要很多的技术手办 先来做支撑 那这些技术手办 各位 包括这里的读写分离的这些操作 包括整个大处从 读写分离 不是怎么办 是怎么读写分离 我写了个网站 我的网站程序的时候可以说 我写录的时候往哪台服务器写 网站里面是有没有空调的 对 然后读的时候 我说是可以写程序 我从哪台服务器读 它是可以控制的 人家说 读写 靠网站程序 靠匹配来实现 能听到 那我们来实现什么 主从进行道 我是不是把主和从 搭出来 它是不是才能往里写和 从那方来读 明白 所以我再说 其实对网站来讲 你会发现 匹配和Linux 其实它之间的界限 非常的快 换句话说 困兴趣的要干嘛 写程序的要干嘛 对Linux是要有一定的了解 否则你是不是就做不了架构 只能去架构师告诉你 你给我写这样的程序 你是不是只能按照我的要求来写 而在Linux呢 你是不是要对P这样的有一定了解 要不然你怎么知道它需要什么来完成 哪个工作是你的 换点手 到最后来讲 你们如果真的想要变成架构师 这一套系数是 我全部都要掌握才有可 但是我说 它对Linux底层的东西是要求更多 所以一般来说 从运煤工程式转构构师要用 明白 所以你们现在先 还是我说 我先听我说 能做到 胎生可以通过程序来控制 从哪台服气度 往哪台服气血 那两台储存是通过Linux主义来做 OK 至于这个缓存服务器呢 我们负责大 我们把它装到服务器来 然后 PB工程师负责来调用它 同样是用程序来调 明白 明白 各位 看有没有时间 如果有时间 我会给你们讲一个 类似的缓存服务器技术 什么 这块的摆烂服务器 就是这块 主存被负 缓存 缓存分静态缓存和动态缓存 缓存有很多 Mandakash主要是针对 编程工程式的 如果我们去讲 我们都会讲Mandakash 我们会讲Redis Redis的性能远要比Mandakash强大 而且它不光是实现缓存 还可以实现 它还有更多的功能 Mandakash比Redis 比Mandakash的功能要强大很多 我帮演我说 其实 对你们讲 给你们讲Redis 你做了意义不大 因为你们很难理解 变成这个东西 是 我们一般是给PV工程师来讲Redis 我们看时间 如果有的话我们收拾 好不好 好了 这里面是不是设计了几个 这样的一个概念 多胎服务器 是不是叫搭齐群了 这里面是不是一般都要做附带冰号 然后呢 是不是书记会做的主创 搭了缓存 缓存有静态缓存 动态缓存 啥意思 什么叫静态缓存 你们能不能分得清楚 静态网界和动态网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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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分清吗 什么样的网界是静态 有人跟我说 不互动的网界有静态 只要互动的网界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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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后台 只要没有后台 其实后台指的是程序交易 PP ASP 然后不人间数据库的网站 都是静态网站 OK 目前情况下我们没有静态网站 静态网站这种技术太多了 静态网站不需要学习和专业技术 下载一个注音贷 然后来回拖 半天就能存在 但是这种东西没有技术含量 没有人在用 OK 那静态缓存指的是什么 缓存吗 是不是只要搜索的东西 是不是都可以把它存 那么把同账放进去 行吗 我是不是就不用再去扫描日盘 或者再去扫描数据货 它是不是会加大我的反光速度 那动态缓存是不是指的是 把数据库里搜索出来的数据 放在缓存链 下次是不是就不要去搜索数据货 你能做吗 好 我看 诶 这百万架构有点干掉了吗 有点了 我一直在说什么 单台服务器和服务器集群用到的绝不是相当的基础 我之前是不是讲 单台服务器哪怕做安装 一台服务器安装和一千台服务器安装 也不是一样的基础 那小访问量的网站和大访问量的网站 用到的绝对不是一样的基础 你看到了吗 所以各位 我们学的东西可能比它还要多一点 我们会学到千万几架课 我们这些能用到的知识 我们现在都会讲 除了变成的那种 OK 你看 其实你看 这个架构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把数据库往后放 我一直说 设置架构的核心里面是 把数据库当成大爷 为什么 通过一层一层的过滤 是否保护你对数据库的搜索方法 减少对他的搜索 明白了 说什么 访问量越大 你是不是就越需要保护数据库 否则 数据库的访问量 不然就压数据库 他强调整个网站的时候 全部强调 真的吗 再说一点 看 搬开网站 搬十万区别的时候 是不是这样 基本没有访问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已经有些访问了 那千万区别的时候 要考虑的东西就要更多 那还有一级吗 有的 到了一级访问的时候 考虑的数量就更多 一级访问 它需要 如果真的要设计一级架构 它就真不是说你单会 或者单会一些这种做 它一定是一个全套知识 都会学会的你才可以 OK 所以一级访问 我们课程当中就不太甚 转弹 5 2 3 6 6